他其實每一張專輯都是一個故事 比如說阿妹有阿妹的故事 然後燕姿有燕姿的故事 然後甚至像Hush Hush他其實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作品 那其實大家可能會比較少接觸到他們的音樂 但是相信我就是你們聽過之後 就會跟我一樣產生畫面想要去認識他們 想要去幫他們做設計 其實我會做這張專輯就是因為故事 我一直很喜歡那個王懷冤家的電影 這部電影是我自己人生裡面 大概目前還是第一名第二名 他其中有一幕就是導演去表現他們在一個診所 他是一個夢境裡面 當我每個人做夢的時候 我對於一個熟悉的畫面 好像記得有這個人 但是看不清楚臉的時候的那個畫面 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有一天早上 我突然太早起來 就是失眠 然後突然坐在客廳上網查了他們Hush的歌 然後出現了這個畫面 對就是你們看他其實就是一個臉 然後裡面有圖案 所以當這個臉出現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個人在跟我講故事 他在跟我唱歌 所以我就把他們的歌在網路上 主播進完一次之後 我就主動打電話給他們 應該滿爽的 他們其實之前有打聽過我 有聊過 但是那時候我對他們不了解 反而是因為那一次我 有了故事的畫面 然後我主動跟他們聯繫 然後那時候帶他們的是那個76的 1976的阿凱 結果我就跟他們說 這一張 不管預算 不管時間 怎麼樣我都要做 然後呢 他們就約時間 約時間就碰面 那 因為其實很多場合都有跟阿凱碰碰到面 但那一次算是正式的會議 會議一坐下來 這些人坐下來都還沒有介紹喔 然後我就說 我講一個故事 我就把我看到的畫面 聽到的東西 跟他分享 講完之後呢 阿凱就說 好 做 就直接做 然後他就跟他旁邊的同事說 我們之前想的那些啊 都不要 就是他本來已經在進行著 對 就是跟成品的合作啊 他們的堪物啊 他們的打法 就說 做 對 所以那次開完會之後 我就會發現說 其實 我並不是強迫他們接受了一個東西 我也不是拿設計說服他們 而是 我真的是聽到音樂之後 把我的畫面跟他們分享 他們的反應是 對 我們就是要呈現這個 但 但你既然可以把它講出來 而且 用設計表現出來 就是他 你把那個聽覺也轉換成 那你跟那個設計語言 然後再跟大家溝通 對 跟在場人溝通 聽眾溝通 像這裡面他就包括了 我喜歡講故事 我喜歡看電影 就我把它轉換 轉換到音樂上面的時候 他變成一個可執行的畫面 結果他們 接受 結果那個時候 你才會發現說 其實並不是你要用設計去說服他們 說 我用一個很漂亮很貴的包裝 去強化你的音樂 去幫你的音樂 加分 其實並不是 而是你的音樂在最前面 我幫你把畫面呈現出來 你的波長對到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成立 你爽我爽大家爽 所以很開心又很幸運 就是